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最近新到的玩意儿 有几个可能是大家已经在各个网络上面有所了解的东西 那么我也就不打算给他们单独开一期了 就给大家做一个合集 开箱一下我最近到手的东西 那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第一样 由Mafix出品的第二百号 曼达洛人 吃线的价格也就比预定稍微贵了一点点 拿到手之后给我的感觉很惊艳 这个六寸小人它的表现真的是有达到我的预期 此前我有关注过各个版本 比如说有SHF,Mafix,还有孩之宝 综合看下来没有一个是比较对位的 目前这一款200号2.0的曼达洛人出现了 算是终结了一个我的怨念 同时这款产品的配件是相当的丰富 它提供了两层我们可以看一下 光头雕加上本体上的一共有三个 它还附带了一个真人头 包括还带了两个鼓鼓 可惜这个鼓鼓没有带一个飞船版本 另外可以看到它的手型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配件量真的是涵盖了它在剧中的所有表现 基本上能够让你完成各种各样的pose需求了 唯一有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的就是它的后面的披风 这个披风的材质比较厚 在这么小的产品上就会显得非常的臃肿 不够精细 最好是那种冰丝布 让它有那种自然的垂感的 我觉得应该会更棒 好在它在两侧有加入软铁丝 给凹一下造型 并且在中间还开了个孔能够将它的长枪背在背后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满意这一款6寸的曼达洛人 OK接下来第二样就是来自爱国者出品的电锯男女 我右手边的这个是它的单人版本可以看到 分别是电锯男和电锯女 那么它俩都是由布衣加持的 那么全身还会有很强的旧化涂装 并且每一位都带有一个独立的电锯 在锯子部分也有做出血字的涂装 看起来很写实 素体方面 电锯男 它在腰臀位置有加入海绵的填充物 使得它看起来会肥肥壮壮的 素体有点接近之前的另一样的那套素体 正常摆出一些用电锯去砍人的姿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手型的也就是一对握石手 因为它在游戏中也就是一直握着这一把电锯 并没有干别的事情 那头套下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水灵灵的大眼睛 建议不要给小朋友看 因为确实还是有点恐怖的 那另外一个电锯女呢 她则是靠绷带绷住了她的整个脑袋 然后只露出了她的左叶 服装方面是靠一个长裙 配上外面的一件线衫 那组合二成 素体方面我感觉看起来 有点像之前的寻生者 她那套素体 就身上有很多那种疙瘩 看起来像毒瘤一样的 那反观那个电锯男的身上 就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她呢也是一样 附带了一对握石手 可以握着这把电锯 再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两个呢 是她的一个套装版 套装版里面的颜色会有所区分 尤其是在他们俩的肤色部分上 增加了很多血字涂装 包括在衣服部分 也增加了很多血字的涂装 尤其是这一位电锯女 她的整个服饰 与刚刚看到的单人版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长裙配上线衫 更改为了长裙 配上一件衬衫的短袖 然后绷带头的眼睛 所露出的位置 也从之前的左改到了右 她还是挺用心的 做出了一个左右的区分 那么武器部分呢 也是跟这一款相差不大 那么再来看到电锯男 电锯男这边呢 涂装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套装版的头套 她眼睛像流出了那种血水一样 看起来很恶心 背后呢还增加了一个标志 像是一个六毛星一样的吧 她的这个电锯 从之前的单人变成了双人 这也真的是太丧心病狂了 那么这两个版本啊 都会各带一个补兽夹 总的来说啊 这两个玩意儿呢 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做场景搭配 如果你单买她的呢 我是更推荐于买这一个电锯男 它圆滚滚的屁股 手感还挺好的 OK 那么第三样 就是这一款由戴亚克龙出品的 DA100 它的上半身啊 之前的95呢 我其实也是第一批购买的 在家里放了很久 也没跟大家分享 就发了一个动态 大基地的航母形态来看的话 它的玩法是有限的啊 特别是你把它变成一个下半身之后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玩法了 也就是为这个100做准备 那如今这个100总算是到货了 不得不说 这组完之后的样子是真的屌 在肉眼观察下来呢 它的身材似乎是有点像55身 但我们仔细的比划一下 它的腿还是比它上半身要长的 只是它的两条手臂的长度 会跟两条腿差不多 那这里呢 我还增加了98和99的一个配件包 使得它的下盘看上去更加的丰满一点 那它的玩法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就全网的视频到处飞 那我也就不多多介绍 就给大家看看它这个人形表现 大部分都采用到了齿轮关节 而且很紧实 就你掰起来 咔咔作响 非常的爽 同时呢又很紧 这个齿轮关节 一点虚位都没有的 就真的很爽 这款东西在我眼里啊 唯一的不足就是 没有什么牛逼的漆面 大部分呢都是塑料原色 只是在各种点缀的部分 是用到了漆面来覆盖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水口处理 真的是有一点粗暴 特别是在久物身上 那些水口真的是不堪入目 到了100上面呢 反而 这个水口能建的地方比较少 但是一旦有水口 它依旧还是比较残暴的 那么我觉得它更多的意义呢 是在于体积的庞大 而且作为戴亚克龙系的一个 唯一的巨人 目前我来说啊 唯一的巨人 那变成了罗伯特贝斯之后呢 它为了下体的一体性考虑 也是更多的适合战师玩家 它增加了几个补强件 位于固定在胯部的后方 膝部关节的前后方 形成了一个定位 就腿部的前踢 以及转动 就是前后摆 还有膝盖的弯曲 是几乎没有了 但你要说 没有这个零件 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只是你自己玩起来 得注意一下它的重心 因为它的背包确实很大 很占空间 而且它的这个受力啊 也会让它的主体 往后有一点倾向的感觉 反正这个站立方面 自己得注意一下 在它的胸口部分呢 还带有一个驾驶舱 驾驶舱展开之后 里面的所有成员 就能够一览无遇了 包括在整个腹部的 它的一个穿梭机 也能够展开 里面依旧是有驾驶员 这里受得了嘛 包括它上下 还会有一个电梯的联动 以及下方呢 还会有一个电梯 这个之前在95的一些 视频中有演示过 然后在它的身上 还会有很多载具 隐藏在全身的各处 打开这块盖板 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穿梭机 可以说罗伯特贝斯 是把所有的武装 举一身 全身上下 各种各样的地方 不是武装呢 就是各种载具的加持 而且它还带有变形功能 真的是男孩子 梦中的变形玩具 总的来说 就是玩法非常多 有着很多的多样性 当然它的售价也不便宜 目前这么一套下来呢 高低你5000块是要的 所以你要不要买它呢 还得再考虑一下 那么第四样 就是这一款 由YOLOPARK出品的 IES的暗黑擎天柱 这款产品 是我在WF展上去订的 在它刚放出官图的那一刻 我就被它震住了 因为熟悉组长的人 应该都知道 我对黑柱子 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就比如我把 三菱的大比例柱子 放在旁边 在它面前 也会像一个小弟弟一样 是吧 这个身高差能看出来吧 那么YOLOPARK的大柱子 它的高度 已经达到了接近46左右 所以它这个块头 是真的不小 那么之前原色版的柱子 我已经给大家有做过详细的介绍 吸附一下 它应该就能亮 那么这一款产品 我觉得一个设计亮点 是在于它的一个胸部 我只要拉动后方 它前面就会成展开样式 然后我后面再旋转一下 再往前推 它的领导模块 就会自动弹出 那这个领导模块呢 它也是磁控灯 磁铁吸附一下 它就亮了 那这款产品 我唯一有一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它 有部分的黑色外甲表面 这个漆面能够明显看到那种 不平滑的感觉 这跟我传统印象中 比如说 即便你是赛心形态嘛 比如说赛心卡车 但是你的车身漆面 你得做的是光滑 你如果撞的凹凸不平 我也能够接受 但是你这个漆面 每次做的非常的平滑 而且有一种那种快面的感觉 我就觉得 有一点 与我心里的预期不太一样 好在它全身都够黑 所以对于这种细节呢 看出来也不太明显 就看自己的包容度了 就把它跟三菱的大柱子 放在一起 前面再放个DRX 再放一个那种更小比例的 就能够凑一个家族起来 看起来很震撼啊 OK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 简单的分享了 我没有想到 24年刚刚过完年 就能给我带来 两款王炸级别的产品 首先呢就是这一款 由YOLO PARK出品的 暗黑晴天柱 那它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整个暗黑晴天柱的 收藏之旅中啊 它的一个毕业款 首先它的一个 入手难度是极高的 当你把它拿下的那一刻 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啊 直到我现在拿上手了之后 就太屌了 这款产品就太顶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款 戴亚克龙的 罗伯特贝斯 它有100核 95核体 随后呢 它的一个丰富的玩法 和非常帅气的人形表现 还有这个极具还原度的脑袋 真的是给它加分了不少 它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 不管你玩不玩戴亚克龙 玩的话这款必入 不玩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很有意思 剩下的这几款 六寸小人呢 也是我平时 爱把玩的过程当中啊 随便拿出来 来足足场景啊 玩一玩 或者带出去拍拍照的玩意儿 特别是那个曼达洛人 你把它带出去旅游的时候 拍拍照啊 就很有那种故事感 对吧 因为它在剧里面呢 也时常是开着它的小飞机啊 到处穿梭 到处去探险 很有意思啊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简单的分享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瞧